老板要跟我结婚 在公司里面却好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一个网友分享给我的故事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好好的看一看吧 大学毕业才两年 我本来应该在正常职场上成为一个女白领 现在却怀着三个月的生意 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身边跟着一个从头管道脚的保姆 把我当成一级动物那样保护着 说好听一点 我现在身正像一只宠物 说难听一点 我有点像个困兽的感觉 我老公他比我大十岁 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他到底有多少钱我搞不清楚 我唯一知道的是为了挣钱 他基本上用上了所有的时间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洗澡 他都是在工作 无论在哪里 他总是在打电话 晚饭也基本上不回来吃 偶尔回来几次 那肯定也是在八点之后呢 而我除了吃饭睡觉洗澡 剩余的时间也基本上都是无所事实 身上穿着最多的是睡衣 我不知道别的人家那全职主妇 都是怎么来打发时间的 我只知道自己连做主妇的时间都没有准备好 更不要提全职主妇了 在之前的20多年人生经历呢 我接受的教育是做一个自立更生的人 可是大学一毕业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让我顺利度过到了一来生手 饭来张口的剥削阶级 这连我做教师的父母也是史料未及的 说起我第一份工作现在想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场大型的乡亲 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就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应聘 一起去的还有我当时的男朋友小卡 我念的专业呢是广告系 他学的是广告设计 我们选中这家广告公司呢 大概还是在创业阶段 招聘请示上发布的职位很多 从部门主管到业务员一应俱全 面试呢是由公司董事长亲自进行的 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董事长呢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那天呢他同时就看上了我们两个人 小卡给他的设计稿让他非常的喜欢 他就应聘小卡做了设计部的主管 大学的时候小卡就一直在各家大型公司实习 有了相应的工作经验 而我呢就差很多了 除了在市场调查公司做过几次兼职之外 我的经验很少 之所以没有出来多实习 完全是因为我爸妈要求我专心学习 我的英语到了八级 驾照也考了出来 成绩更是全面优秀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打算接着上研究生 所以面试的时候我也就不怎么紧张 没想到我申请的客服服务代表的职位居然满了 董事长却给了我一个总经理秘书的工作 公司不大 董事长自己兼顾总经理 后来我还发现招聘启事上并没有总经理秘书这个职位 总经理呀早就有一个助理了 我这个所谓的秘书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要求 而他会看上我呢其实是对我有另一种的好感 沉浸在这第一次应聘成功的喜悦中 我们以为自己都是靠自己的实力来取得的职位 当晚我和小卡两人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丝毫没有想到之后的变化会是那样的巨大 小卡和我去应聘的时候呢 只说是同学并没有公开我俩的关系 而且他坚持认为被别人发现我俩的关系会对工作不好 所以我们一直也瞒着所有的同事 别人问我呢我们都说现在没有再谈恋爱 包括董事长问我的时候我也很淡定的回答他没有 来现在来说说这个面试时一眼看中了我的男人陈总吧 他比我大十岁学广告出身 在4A公司做过积累了自己的不少客户之后呢 就出来开了这家公司 他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 也许是因为一直忙于工作 他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看得出来得到客户赚取利润就是他的兴趣爱好 他对我非常的好 我的办公室添了一个柜子 不知道为什么浇水位非常的重 他还特地的送了两盆吊篮给我 还关照打扫卫生的阿姨 记得时刻给吊篮浇水 出去应酬的时候他也喜欢带走 我呢没见过那种推杯换盏的场景 别人要求我喝酒时他也会替我挡下 有一次呢一个东北的客人在卡罗欧包了一间包房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来纠缠我 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我当时急坏了 张红着脸不知道他怎么应付 他跑到走廊上打电话给我 让我先回去 我当时真的是感觉旧心来了 就借着这个机会偷偷溜掉了 我对他非常的感激 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们公司的生意很好 小卡便越发的忙 陈总对小卡非常的器重 经常的夸奖他 我听着也很高兴 可很快我却高兴不起来了 小卡告诉我老板向他打听我的事情 打听我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小卡当时一口咬定说了没有 他还洋洋得意跟我说大概老板发现了什么 幸好他反应的快表现的也非常的镇定 才没有出现什么披露 我当时的心里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我觉得陈总一开始就是有意接近我的 某一天中午他就约我一起吃午饭 说是有客户要来 常常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上呢 他也从来不派分什么重要的任务给我 除了打字接电话倒茶陪客户吃饭以外 我就是坐在座位上发呆 他的公司规模并不大 我这个职位基本上是多余的 可他却一个月给我五千 我就觉得不正常 我跟小卡说了我的感觉 小卡却说我是想多了 他还说老板身边的美女那么多 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呢 在公司成绩越做越好之后的小卡呢 倒有点开始忽略我 他身边的朋友呢也越来越多 每天的加班也成了家常便饭 每次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的口气也变得非常的大 经常贬低别人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争吵也是多了起来 另一边呢 陈总他开始请我看电影吃饭 听演唱会 每一次出去呢 我都会先征求小卡的意见 他呢总是不可否的说 你要是没事情干就去好了 陈总邀请我三次 我会去一次 毕竟他是老板 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 每一次呢 他也都是规规矩矩的 喝喝茶聊聊天 然后送我回家 每次也都不会超过十点 可女性的直觉却告诉我 他想接近我 我应该拒绝他的 可是我和小卡都在他的公司工作 收入稳定 尤其是小卡 前途那是一片的光明 他是坚决不同意我跟老板摊牌 总是说我想多了 事实证明我没有想多 在公司上了十个月的班 在陈总生日那天他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 他就向我求婚了 想征求我的意见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是告诉他我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那一段时间呢 我也正好在跟小卡闹矛盾 他去北军参加培训了 我打电话给他 当晚他也没有接 第二天准备找他的时候 他就说他现在在机场准备回来 有什么事见面再说 第三天我们才见上面 我就跟他说 陈总向我求婚了 他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问我有没有告诉到陈总 我们谈恋爱的事 我当时就回复他说没有 他居然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我当时就感觉非常的生气 他明白着就是只关心自己的工作 我不关心我 他也很生气 觉得我的意志不坚决 不然的话当天就可以回绝掉 为什么要让他来做选择 为此呢 我们就大吵了一架 我呢 在愤怒之下 就当着小卡的面打电话给陈总 答应了他的求婚 本来是想赌气做给他看 希望小卡来求他 可没想到他却扬长而去了 熬了几天 我还是舍不得 我就去找了小卡 我就说 我们一起辞职好 小卡却说 他现在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我不想离开 我真的没见过这种男人 我低声下去的去跟他和解 希望跟他一起走 可是他却宁愿要这份工作而不要我 从此我也就跟他一刀两断了 老板跟我求婚的事 在公司里好像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人事部有一个助理就偷偷跟我说了 当初老板愿意录取我 其实不是看中了我 其实不是看中了我的姐妹 而是看上了我这个人 他的语气满是羡慕 我却有点倒胃口 陈总这个人不是说不好 作为一个男人 他算得上非常的好 他到我们家去 他总是一口一个爸爸妈妈喊得非常的自然 爸爸喜欢昆去 蓝亭需的票立刻送到 妈妈喜欢跟邻居打麻将 他就马上送上麻将桌 爸妈说这个男人不是胜在有钱 而是胜在有心 他送的礼物都是别人喜欢的 花了心思的 陈总的办事能力也很强 我们的婚礼我也基本上没有插手 只要时间到了进场就只可以了 家里的装修也很省心 没有花什么心思 我就很快的就这样嫁为人妇了 也许我说这样不公平 我觉得陈总是一个太职业的人 结婚对他来说跟完成一个案例没什么区别 当到一切近乎完美的时候 他又恢复了曾经按部就班的样子 每天早上九点去上班 不到晚上八点不会回来 如果有饭局的话会更晚回来 节日生日的时候都会有花店送花过来 到发工资的日子呢 我的信用卡里也会多上一笔零用钱 家里也请了保姆照顾一切 我不用再去上班了 可是我却没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早饭之后呢 我就看看报纸 午饭之后呢 就带着保姆上超市 其实是他带我去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家里缺什么 要买什么 反正最后拿着收银的条具给钱就行了 就这样一个下午无所事事 晚饭后就一直看电视 直到困得不行就上床睡觉 就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呢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跟陈总说我想出去工作 他却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资历 出去找一份月薪三千左右的工作 已经很好了 他呢不舍得我因此去承受办公室那种繁忙和压力 我说我要去考研究生 他也不同意 他开玩笑的说他不过是个大专神 老婆却是个硕士 这样他会有压力的 我说这样太无聊 我就说我每天太无聊在家里待不下去 他就建议我洋洋宠物 谈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电话就响 我们的对话也就宣告结束 我呢就像一个叛逆期的孩子一样 在闹了几次碰了软钉子之后呢 选择了离家出走 我一个人去了杭州 这是我和小卡第一次出去旅游的地方 我想让小卡来找我 我们重归于好 可是没想到小卡居然把我在杭州的地址告诉了陈总 我打开房门 见到的是一脸交集的公司人事部主管和总经理 他们满脸笑容的说董事长出差去了 要明天才能回来 让我们来接您回去 或者在杭州等董事长也行 我呢也只能像个没事人一样跟他回去了 回到家后妈妈已经在家里了 他又把我数落了一遍 说我神在福中不知福 我当时也无言以对 陈总呢第二天回来了 还给我带了很多的东西 我感觉非常的愧疚 我觉得这样生活下去对他很不公平 我也不适合做太太 也许十年之后我会想念现在的日子 但是光凭现在 我是不喜欢这种婚后无聊的日子 我呢就无法面对 我想提出离婚的时候却发现了自己怀孕了 当时所有的人都很高兴 陈总呢也立马辞掉了之前的保姆 换了个更有经验更丰富的 专门来照顾我的饮食喜剧 就是这个保姆对我从头管到脚 说什么电视不能多干 电脑不能多用 辛辣的食物不能多吃 每天要吃牛奶和苹果 我真的给他弄得痛苦不堪 老天好像硬生生的要把我留在这个婚姻里面一样 离婚孩子是个障碍 不离婚我又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屏幕前的你们对于他的遭遇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